小九落地也没打掉 身位有点大 换位置 看队友的角度 但是小唐好像 正好从大仓这个位置 拉出来被锁定了 被打了一个这波点 小九被抽残 这个才刚刚开到 法母附近 航线不是很好 是 因为搜的时间 也比较晚 这边怎么又来 这是来旅游的吗 这个信息之后就溜了 哇 这飞车直接撞 GBL近点被给了 打成残血直接被压 虽然队友志愿过来 但是还是满 Helen直接拿下 侧面队友也走不了了 这只能正面硬掰了 SALUT硬手 被喷倒了 带喷子来啊 这是有准备的 Helen有一手 只剩首尔一个了 要开车过去 尹妈不至于吧 先拿分 拿分拉人 保持一个三人编织 就是有岛面前 你去以人 确实是过分了 反正就反破后了 找不找他 一会儿留着就 哦 又来一枪 但是踩火上了 peak就peak 为什么要动呢 被火烧到了 不过证明啊 队友已经来了 打好药了 没什么问题啊 先把人补掉 防止报信息 但我前去摸 但原来有枪线过来了 哦 还能被补到啊 哎呦 还被补掉了 这个很伤 这个真的很伤 因为北部要进来的队伍会非常多 而且这一局 亏闷了 Loki还拉了一个侧面的位置 在FTY要走了 但还会被抽 可能没问题 不止一把枪在抽 直接下坡了 就直接扎到下程序里面去 然后拿城头这种双拼的位置 就只不过说车怎么保 这是一个问题 也可以 能不能把上车进去 这个桥控住 这样车就能保 就这附近能看到什么 就看什么 圈边贴一贴 要不就从沼泽走了 对的 还是能保保车 你起码能看到 对对对 真走啊 当你看到 你已经没有回头的权力了 BGP难道信息 直接往电台 会不会有人的问题 Under上门了 看有没有道具 Supprise 还切枪 Der宝呀 昨天上了一次战神宝 这个画面 是打游戏当中 最恐怖的 第一次瞧了画面 鼠标能甩飞 是的 估计嘴里喊出那两个字 用KDF这种枪线 一拉手开 GFI就死局 简直 莫得操作 你永远同时 面对的是两把枪 对 这个得双枪 才有机会赢 好 明明 是的 这边是医院里留了一个人 FM是想主动拉出 应该是 NuHappie给到了一些 已经转移出医院的 永远想去处理一下 前面反托 就是NuHappie动车 找一波机会 明明一个人 在医院里面玩 挺疼的 FM没有知道蓝圈的伤害 选择在这个蓝圈外 给他架死 永远不太好救了 FTY也在旁边的 离不远一个山头 能看到FM的过点 山头上就是FTY 幻想还选择出枪 刚才有一段 这个距离车速 是比较慢的 那FM正面有FTY 然后背面有幻神 这个先翻的车辆 也是将人给碾掉了 好像是尾神车爆了 飞到龙东圈身上了 龙东圈直接飞了 最后龙斯科伊克雷 把小鹿给收下了 是 但这波却是难打 正好两侧都有强行 然后另外一次FTY Monster主动开车 贴到NuHappie的红防 Monster没头了 要小心啊 窗口这里很容易 被直接放倒 明明找了一波机会 贴到韩依达一 往二楼里扔雷 正好那边有个雷的 跳沙舞 还有这波有两分呢 是的 是一种很直接的运营方式 你看他这局不就一圈 在蓝圈里面泡着吗 这个雷拉活了吗 拉了 直接没了 换神没包了 只有两个绷带 怎么说 舔一颗 确认收掉的分数 真的过分 最后集合了一波也就这啊 那没东西打得很惨烈啊 这FTY之前本来就没怎么搜 然后近点就一个Monster 也没什么东西能铁 17利用到机库车加了一个车阵 17位置一般般吧 反架一下天吧 然后后面再看怎么处理天路 那天路先出手 不想坐着被你丢雷 因为天路的坑确实很容易吃到道具 想要先出击 如果没人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是不是能看两眼了 现在可以看了 小左锋了一个侧面 想要出去看一看 结果压力太大还是回来 天霸走了一手海边木防 对的 这17的背后 哎被发现了 迪克没倒 打过点 篮杆都被打碎了 小五弟这波出手 防住了崔奇 这什么帅哥 是的 这扭头这两枪也太准了 很关键是 17这波反应非常快 不然被夹着非常难处理 是的 而另外一侧这边 Edder也是被宋姜给抽了下来 那这样背后没有压力 就可以想办法去给天路这个位置丢雷了 投注非常冲突 两颗雷的一个配合 就是这样 没办法 天路这个位置就吃雷了 天路要爆炸了 哎补枪永远是一环扣着一环 对 斜同同做得很好 还剩一个烟里的交扬 五弟弟应该再打起 队友的节奏可以稍微放慢一点 一个拉两个架 这一步其实已经 相对较稳了 在侧 听到了拉出来补了 哦 小鬼还是被补掉了 那这边是金记和BGP 正面的一个小碰撞 BGP 这把信息也很足啊 状态拉满 就让信息也记得很明 刚好是每一个他处理完的环节 碰出了新的信息 这把看金记会不会继续保持满电 警方找人补枪处理掉 实习把这个房子拿下 旁边还有个小超是在圈 切到17的近点 这个过点新手 实习说实习说实习6颗雷 这波穿烟射击锁住了位置 放到了Fox 再一颗手雷 正好扔在脚下 是一波双 想补一个战一个 反应好快啊 近点睡个Mental 近点就看小美 火力非常的足 但是这波 眼底还是差了 被补了 他就按补 按补 主要是自己带情绪 我感觉这波DK有点带情绪了 DK没得玩了 那这一波贴近点 就很难处理了 因为人比较多 先别打了一个 近点还能打吗 举手 放到了 阿修罗 把雷用完 再打一个 差一点啊 对方选择了最高效的一种方式 来解决这边的时期 人太多了 对 他们如果 比较少见 且看且珍惜吧 不过问题来了 因为这个五六七名都还在场 还剩个第四第六名 也就是说他们的分数和我们的分数 其实差的不是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正面没有处理的很好 现在只有三个人了 而且他分采了 他一个人在那个反扑 两个人在这个圈边去打 这也是敢骂 坚决也是一波分采 不过他人 近点是一波三打二打侧身 先打一个 这波Ramba背后来了一个超级活力支援 BGP瞬间裂开 是的 这把我感觉捡起吃了呀 等不到了 有没有机会 好枪 看这边的 是不是要滑柜 这怎么自己踩火呢 是侧面一打一啊 放了个烟花 Ramba过来了 这把手雷 放打了一个 踩上去了 要不然这一分都拿不到了 还能拿分吗 这个过点应该是 Ramba在加什么 Ramba 全部瞄辨了 但是位置有点太差了 只有两枪 真的好空哦 跟着人体素描 现代必加索 抽象 还行还行 离万人之中 我